Hello Beauty美人圈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Wendy姐 这一层开心能够在频道当中 来跟大家分享2023年的流年运势 特别是我们在2022年经历了 这么大的一些挑战 大家是否会好奇 2023年我们应该如何顺势而为 所以在今天内容当中 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在2023年当中 可以提前掌握的运势 还有我要小心的事情 所以进到内容前 先帮我拿出纸和笔 先帮我写下2023 紧接着写下你出生的月还有日 我们把全部的各位数字加总到最后 那以Wendy姐当例子 我全部的数字加起来是19 那我就1要再加9得到的是10 1再加0就等于1 所以Wendy姐就是2023年 流年数1的代表人物 我们现在让我们的观众朋友算一下下 流年数1的朋友 还有你进到的一个状态 是希望自己能够再次站起来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经过去年一整年的考验 甚至是打磨的过程 你逐渐发现自己在特殊的专业上面当中 是能够成为佼佼者的 可以选一个你真正在今年想要生根的专业 或者是身份 因为在今年你只要选择的这个状态下 你会发现第一 你的学习能力会变得非常的好 第二环境会给你很多的资源 第三也会有很多的贵人愿意跟你一起吸收的往前 但你今年最大的心魔其实就是你自己 你会怀疑说我还不够好 你会怀疑说我是否会让人家觉得我不够专业 但亲爱的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要开始累积 来到了流年1就是一个过种 要把种子种下去的一个关键时刻 我们来看一下流年书2的朋友 流年书2的朋友呢 在今年你需要做到的是团体之战 意思是说其实市场是非常大的 只要你能够结合自己内部的 亦或者是跟外部的人结合 当你们吸收的时候 你们拿下的市战率 以及你们的声望 以及你们的影响力 也能够有加成的效果 在团体当中 如何让自己选定到最对的位置 以及给自己好的人设标签 避免大家会觉得你可能有其他的心思想法 并没有真实的以及真心诚意的想在团队当中 所以建议流年书2的朋友 在说话的文字选择 以及在什么时候说话 会是你今年非常重要的功课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流年书3的朋友 恭喜你来到了第一个突破点 建议这个时候大胆一点 将你的特色想法都能够展现的出来 今年的上半年你会通过有不错的案子的表现 来帮自己晋升成为小主板的机会 或者是你现在就已经是主管了 你有可能扩大你的管理的阵容 以及管理的人数 同时今天桃花也是非常的好哦 但你今年要选择的是你想要的场合 你在那个选项当中你就容易选到 比如说经济整理跟你差不多的 兴趣也差不多的优质对象 我们来看一下流年数4的朋友 流年数4的朋友你来到的是一个 你想要确认自己人生重要顺序的关键之年 在这一年当中你对于跟家人的关系 甚至是你在职场的表现 还有你在财富的累积 你会想要重新做一次排列的组合 所以今年对于你来说 你会对自己相对比较严格 可以适当的告诉别人 在这件事情上面当中 你看到的可能性 希望大家在这个可能性当中 愿意一起严谨一点点 让这个可能看似是限制别人的一个期待 变成是一个加分的祝福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流年数5的朋友 流年数5的朋友 今年辛苦一点点啰 因为在今年当中 你会希望你在意的人 你想照顾的人都能够幸福和快乐 所以会希望流年数5的朋友 先壮大自己 让你在你的专业理运当中 能够成为那一把伞 让大家在你的伞下休息 有的时候休息是一个更好的逼应 因为有的时候过于直接的直球对决 可能会让你想要照顾的人 可能会带来他没有想象 以及你没有想象到的伤害 我们来看一下流年数6的朋友 流年数6的朋友 今年非常适合做本业的 这个延伸的斜杠意 或者是你从兴趣当中去找斜杠 但前提是本业还是要顾好 因为你在本业专业的表现 让大家发现说你是一个能够兼顾任何有兴趣 或者是你觉得你想要研究更深度技能的专业人士 我们来看一下流年期的朋友 今年对于你来说是一个大型的断捨离现场 因为你会开始深层的思考说 我重复遇到不对的恋人 我重复遇到不想是我的长官 到底问题是他们还是我们 但其实答案是双向的 所以你要会选择跟谁相处 同时间你要会选择让自己在对的时间 展现对的事情 所以今年上半年你可能会减少相对比较多 不必要的社交 我是支持你的 你可以把时间留给对的人 也鼓励你拥抱自己 那个拥抱是回头去看你曾经做错的决定 但做错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我们只要不再犯 我们就成为站在历史 但非常成功的一个人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流年数8的朋友 恭喜啦 今年就是你的年 基本上只要你在2022年有累积能量 在2023年你一定会被更多人肯定 以及被更多人欣赏 那就是一个你是心想事成的最佳时机 今年就冲吧 就往前冲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流年久的朋友 流年久的朋友 今年更多的时候是希望你 回来看自己有多好 那在这个有多好的状态下 它是希望你能够把你的专业 甚至是你有兴趣的事情整理成一个能够帮助别人执行的 比如说SOP也好 甚至是把你的心得写出来 所以流年久的朋友把你长期在做的事情 以及你想要沟通的事情 在今年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整理和聚焦 在年中甚至在年底的时候 其实你会有很多的机会 去跟大家分享你想要的改变 以上就是我们针对 2023年流年数一到九 要注意的事情 要把握的机会 希望这支影片能够成为大家的祝福 我们在2023年一起幸福 一起赚钱 一起身体健康